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不肯在里面呆 然后给他那个大浴缸做的那个羊圈 第二天他就不呆了 然后身体强壮了之后 往外跑的前脚放上去 马上就给你跳出来 基本上那个浴缸就没用了 那没办法就把它放在那个淋浴房里面 那个冲凉的那个地方 不是有门吗 就把它关在里面 那关在里面也不行啊 他多可怜啊 他就在那儿嗷嗷的叫 晚上睡觉还可以 那一白天怎么办呢 就只能把它放出来 放出来一会儿吧 那天气一不好怎么办呢 还有呢 我也不能一直在花园里边这么陪他呀 在屋里呢 也不行啊 他到处拉尿 他还是等于是小婴儿像baby呀 所以呢 最简单的办法 就给他包上尿布 这个包上尿布之后好多了 在屋里面呢 跟我走来走去干干活什么的 就不用怕了 哎呀 就特别粘人啊 就跟那个小孩一样一样的 现在把这个尿片给这个羊羔给带上 给羊带尿片跟小孩带不一样 反过来 他不是在肚脐那儿这个大扣 是反过来 在背上大扣 因为只有这样带他的腿才能自由活动 这个构造不太一样 然后呢 还要在这个 背上给他捡个这个 捡个洞 我让尾巴给溜出来 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 捡个洞 是这个样子 从底下 哎呀 不要拱拱 哎呀 这样开始兴奋 先把尾巴给救出来 不然不好 不好把这个尿布 然后从里面 好了 绑上了 尿布绑好了 尿布绑好之后 是这个样子 秀一秀 看尾巴 然后 看看里面 前面 看绑好了 这样就可以抱着 在屋里玩啊 然后在 在 阳台上 在室外不怕 但是就是阳台上他也乱尿 也不行啊 也太臭啊 然后就这样 可以抱着 又发现他就一会儿尿 一会儿尿 他的尿特别多 今天我们要给小羊来断尾 断尾听上去比较残忍 其实不是把他直接的尾巴断掉 就是用这个仪器 然后这是有个橡皮筋 一个套皮 然后用这个呢 踏到他这个尾巴的根部 然后呢 就慢慢的他这个尾巴呢 就坏死啊 就烂掉了啊 就是我们今天要 给他断一下尾 完成了 那这里再多说一句哈 说是这个套皮筋 到底套在哪个位置 是最好的呢 我们先说啊 为什么要这个给他断尾哈 是因为清洁嘛 因为他尾巴上会沾羊分嘛 所以要给他断尾 所以呢 有些人呢就会套得很根部 这个 虽然是干净了 不沾羊分 但是呢 有另外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说尾巴哈 就是尾巴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牛啊 羊啊 是用来打蚊子 打银子嘛 也是他的保护的武器嘛 这样的话 你让他的这个重要的部位 完全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 没有一点阻挡 他又没有手啊 可以去拍蚊子拍影子 所以呢 就很多的蚊影啊 就会攻击他这个重要的部位 所以呢 现在套皮筋啊 这个位置呢 公羊啊 这个位置能 cover住他这个肛门 然后母羊呢 能cover住他这个阴道啊 以这个长度呢 为准 这样的话既安全又卫生 这几天他吃的也很多 长得也很壮 所以呢 之前刚来的时候 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活 就没给他处理 现在你看他 活力旺盛的 所以就今天就给他把尾巴给处理掉了 工作完成 这是尾巴 他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啊 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之前一道阳光房里的那个 残疾的小鸡死掉了 可能不知道为什么里面也有水也有神 换了个环境 反正他就死掉了 另外两只鸡活得好好的 本来也残疾 我还在愁他长大了怎么办 这下也不用愁了 他根本就没有那一天 然后就把它埋了吧 这个我的花园里啊 有很多的这种 付不出来的 或者是死掉的各种 这个鸡呀 鸭呀的各种这种尸体吧 所以我把它埋到各种树底下嘛 这也是我的这个果树 为什么 你怎么结这么多 结这么厚啊 在里面底下不知道埋了多少东西呢 快 吃点这个 放小羊出来吃吃草 终归是要回归大自然的哈 提早的能有吃草这个本领 这个 我发现他特别喜欢吃一种草 也不知道有没有毒啊 不过羊他应该自己知道吧 应该不会乱吃吧 到了一开始开花 这是蚕豆 草莲蚕豆 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吃蚕豆呢 这是荷兰豆 荷兰豆也开始开花了 这颗豆角一冬天就没死 是那种扁豆 又在开花了 去年接的还没来得及摘的肝上面 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不太喜欢吃这个 是种子免费的 谁要是 都找不到我了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喵喵我在这儿 喵喵 我在这儿 找不到我了你 找不到我了 我在这儿 继续看 这颗扁豆 刚才说的哪儿了 说我在国内的时候不太喜欢吃 但是到了新西兰 没什么菜吃 没有办法 现在突然觉得这只要是菜都是美味 可怜吧 新西兰就是菜贵 这棵橘子树就是我做了好几期视频的橘子树 之前稍微修了修枝 又在开花呢 看得清吗 又在开花了 春天了吗 开花 正在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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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样 底下埋了很多安春粪 嗯 这边呢 是我的一个工程 正在做工程 准备把这个 老三的这种playhouse 周围种点花花草草啦 我铺上了石板 然后再往里去吧 弄上个沙堆 沙坑 到时候弄的时候上视频 现在弄到一半了 然后这就是我的那个 里面的小鸡 你到这里面的小鸡 看看小鸡 又过来了 走哪儿跟哪儿 里面的小鸡 小鸡特别胆小 又躲在里面去了 不让看 哈喽啊 哈喽啊 长得可快 好了 在里面很happy 然后 这是一棵 夏威夷果 夏威夷果树 也开始开花了 看 夏威夷果树 开始开花 去年也开了不少花 但是 结的不多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就这么一棵树 是不是这个原因 就是结了这么一串好像 去年 不过很大很好吃 这是这棵树 你又在干嘛呢 你上不来 我踩着石头上 这是一棵栗子树 我很喜欢吃栗子 可是每次在新西安买的栗子都是坏掉的 不好吃 然后这还有去年它结的栗子 它结是结 但是它都长得不大 就跟 手 这个拇指盖这么大 结的栗子都 你又给我施肥呢 这家伙给我施肥呢 这又是一棵金鱼 你多施点肥吧 这是这边的工程 还没完工 都完工了 以后再拍 这边我准备都种韭菜 特别喜欢吃韭菜 然后 它的这个 尿湿的这些木屑 我就撒在里面了 里面就是 吸满了羊尿的木屑 这个韭菜 会长得很好 之前这边也长了很多韭菜 被我们吃掉了 全部剪光了 又吃上了肥 这是我养的鸡 在这个可移动的 PVC做的鸡笼子里面 你不要去吓唬鸡 我去吓唬鸡了 看看鸡下了几个蛋今天 看被鸡吃过的草地 然后慢慢的移到那边 没吃的那边去 就一直不停的移动 看看里面有蛋 里面有蛋 有三个蛋 好香 三个蛋 走吧 咪咪咪 咪咪 咪咪 回家了 这些就是之前长在这里很旺盛的韭菜 已经被我剪掉之后呢 做韭菜盒子了 这个说起韭菜盒子呀 我觉得就没有几个中国人不爱吃韭菜盒子的 就很纳闷啊 到底韭菜里有什么物质呢 能让这么多人喜欢吃呢 这么一个素菜啊 我就怀疑啊 这韭菜里是不是有什么物质让人上瘾呢 像我们家做韭菜呢 就比较简单 除了放韭菜呢 然后我就再放这个自己家鸡下的几个蛋 各种蛋鸡蛋鸭蛋 然后呢 基本上 还要还要放点虾皮 这样呢 就是这三样 当然之前在放鸡蛋和虾皮之前呢 放点油啊 橄榄油 我基本上放先把这个韭菜拌一拌 像我做的这个韭菜盒子呢 就是无油的韭菜盒子 外面就不放油了 所以就韭菜里面呢 放一点点油 那现在给大家亮个绝招哈 哎呀 其实很多人都会了 哎 我孩子看我擀这个皮 面皮的时候就纳闷 哎 为什么这个皮会转呢 为什么会转呢 他们就想不通 自己慢慢练吧 哎 我喜欢把这个皮呢 擀的薄一点 然后这样馅呢 吃的多一点 但是擀太薄了 又怕漏馅 差不多 自己把握这种厚度吧 然后馅呢 是尽量多放 然后自己吃嘛 就是 我就使劲的揣这个馅 然后 这么大一包 咕咕当当 然后拍一拍呢 把这个气 尽量排掉一些 然后把这个边角啊 收起来 就这么大一个韭菜盒子 这个是 巨无霸行的 没有油 就在锅里 不要放油 无油 韭菜盒子嘛 然后 两面煎一煎 焖一焖 焖一焖 然后美味的韭菜盒子就做好了 有点太贪心了 做的太大 有点太贪心了 中间呢 两个韭菜盒子粘到一起了 不过也不影响 这个韭菜盒子呀 太大了 做的太大了 然后 一切二都有点大 有一切三吧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哈 看 这个皮薄馅大的韭菜盒子 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 而且这款是 没有油的 不用油煎的 感觉稍微健康一点 吃的呢 稍微心安理得一点吧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或订阅我的频道 阳光新西兰 妈妈 嗯 快追我 OK 狗狗